贵太郎联合七大鹅兰进攻羊村 小羊们节节败退 只能从后山逃跑 贵太郎每次都撞羊失败 看着羊村里的大肥羊 他决定召唤亲戚来帮忙 七大鹅兰一听到有羊肉吃 纷纷前往狼堡 他们争论不休 一个要吃羊肉包 一个要吃涮羊肉 一个又要吃羊排 最后才得知羊还没抓到 都还在羊村的 贵太郎为了留住他们 挨个介绍小羊们的特点 以及怎么吃才最美味 七大鹅兰边听边流口水 于是群狼公村计划正式启动 蓝羊看起来是熏熟的鹅兰 立即拉向警报 村长组织所有小羊进行防守 一场蓝羊大展性格尽开心 一大狼不惜牺牲中小狼 只要转开羊村大门 羊村里伤痕累累 哀嚎遍地 村长无奈作出 放弃羊村的决定 贵太郎和七大鹅兰眼看胜利在晚 已经盘算着吃羊肉的事 突然一只小狼兵传来小羊们 从后山逃跑的消息 中狼立刻蜂拥而闪 前往后山追击小羊 跑得最快的小狼兵 看着小羊们从山顶往下跳 他也跟着跳下去 没过一回 恶狼们冲上来 看见那个小狼兵的灵魂 立刻停下脚步 原来小羊们跳下去 是因为有降落伤保护 贵太郎并不知情 还兴高采烈地往前冲 最后害所有恶狼都掉下悬崖 没想到第一次群狼公村 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在吸取失败的经验后 恶狼们再次发起攻打羊村的战争 小羊们接连失手 眼看羊村就要陷落 村长召唤草原三进客 让他们务必将救救信 交给山羊表叔 请求他们来增援 如今羊村周围全是恶狼 想要突出宠围 根本不可能 所以喜阳羊决定 做热气球从天上飞出去 恶狼们看见有东西 飞到他们的领地上空 以为是小羊们对他们搞空袭 于是慌张朝东西掩护 喜阳羊听到警报响起 以为被恶狼们发现了 于是把沙袋扔掉 让热气球飞得高一点 沙袋落到地上 引起小狼病的一阵恐慌 叶太狼仔细看了看 确定这不是炸弹 而是沙袋 他立刻下领 把热气球打下来 阻止小羊们逃跑 由于热气球飞得很高 这些武器根本达不到 最后是乌士兰师长魔法 用法杖把热气球打窗牢 草原三进客就这样被抓住 恶狼们决定先把他们阻牢 小羊看似热命 实际上心机满满 他三言两语 引起恶狼们抢羊的内斗 恶狼们你一言我一语 先从怎么主要开始吵 接着争论谁的功劳大 最后谁也不服谁 全部打作一团 小羊们趁机逃跑 灰太狼行内宣布 公村计划再次失败